有人若问起三国中规模最大的战争 有人或许会提起关渡之战、赤壁之战、夷灵之战 或无数灭国战 但事实上是发生在三国后期的淮南三畔 曹魏政权后期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 足灭曹爽全面掌控曹魏政权 导致掌握军事重镇寿春的亡灵、冠秋简、文钦、诸葛旦一次发生政变 而他们无一例外都被镇压了下去 其中诸葛旦之派、中卫军、淮南军、东吴援军 总投入兵力达五十万以上 进行了足足十个月之久 远远超过了后续的魏灭蜀之战 进灭吾之战等灭国之战 三畔失败后 支持曹魏皇室的武装力量基本被消灭殆尽 司马仕改朝换代再无阻碍 淮南三畔为何会失败 三畔为什么又都发生在淮南 很多人分析淮南三畔都只专注于细节 却漏掉其中最重要的一点 淮南是曹魏错意制度唯一一个盲区 而这一点既解释了所有中卫势力都选择在淮南叛乱的原因 也包含了他们覆灭的关键 熟悉三国的朋友们都知道 曹军在三国中是遭受滑变和背叛最多的 想想看在曹操的残酷剥削下 小兵们吃没吃穿没穿 一不小心违背军纪 还会被磅杀之 虽然可以在屠城时奸淫掳掠掠一番 但曹操也没本事带大家天天狂欢 谁会愿意跟他打工呢 曹操的部下有多想辞职呢 根据曹松木的地砖上 工匠们留下的闲话 曹操需要用绳子捆着他们 才能防止逃跑 儒家人士经常强调君王要减少剥削 其理论基础就是善政吸引民心归属 暴政导致众叛亲离 此类观点被后世总结为王道论 是封建社会的立国之本 连位姓善姓恶 吵得不可开交的孟子荀子 都在这一类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可见王道论的地位 但曹操后来却成了儒家理论上的bug 他虽然残暴不仁 却在无数次失败后站稳了脚跟 并进一步统一北方 曹操之所以能从划遍小王子 变成卫武大帝 都是因为他在试错摸索中发明了错意制度 所谓错意制度就是把士兵派到远离家乡的前线打仗 然后把他的家属编上号 拉到后方屯田服农役或摇役 如果士兵在前线有逃跑或背叛的行为 曹操就会把他的家属的脑袋挂在城门口示众 这虽然会在原有的残酷剥削之上 给群众多加一层离乡离亲的痛苦 但可以让曹操军民投鼠忌器 无论受到怎样的压迫 也不敢轻易越雷池半步 有效降低了滑扁几率 大大提高了封建王朝的剥削上限 历代君治三国记载 魏武至错意之法 分离天下 使人一户各居一方 其离敌转喜之患又可胜炎灾 从军行记载 苦灾边地人 一岁三从军 三子道敦煌 二子一隆兮 五子源头去 五父皆怀身 从史料里 我们还可以看曹操制定错意志的过程 首先是追悔自己 没有及时绑架张秀和晚城士兵的家属 以至于在晚城之战损失颇大 之后宣布窝藏逃兵的家属与逃兵同罪 令逃兵无处可归 最后进一步加重刑罚 即使没有窝藏逃兵 后方的逃兵家属仍然要判死刑 以高柔为宋金爱说情味契机 曹操开始把逃亡士兵家属的死刑 改为罚作奴隶 而叛乱者家属依旧是死刑 此后再无大概 但高柔传后面还记载了一个 传注未冤案平反的事件 据相关记载 只要卫军将士没有及时归队 哪怕是意外死亡 家人也会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受到处罚 如此制度之下 猜猜有多少军属无辜受禄或成奴 这种制度毫无疑问 是科政的极致 孙权批评曹操 离剑骨肉以为酷 说的正是此 比起政治家曹操的这种手段 更像影视剧里的黑社会 奈何这乱世不兴好人 这套科政偏偏就是能让曹操笑到最后 顺便一提 曹操这个制度其实并不新鲜 秦朝也有控制家属 防止叛变的法度 并间接导致项羽坑杀20万降族 考虑到曹操曾经明确学习过 秦人以吉农兼天下的精神 我有理由怀疑他的错意制度 也参考过秦朝 只不过使用规模远大于秦朝 如果真是如此的话 那么这个政策算是开了400年的历史倒车 成功推动中国封建历史倒退足足五分之一 战争时代并不浪漫 对于战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来说 是无尽的残酷 然而 魏武大帝的错意制度却在淮南碰上了钉子 虽然淮南离吴国边境近 加上孙权在淮南附近颇有影响力 不愿接受强制屯田的江淮百姓纷纷逃奔东吴 搞得曹操非常难堪 但这些逃跑的百姓到底是害怕什么呢 如果是怕千民 东吴一样不是他们的故乡 如果是怕受剥削 孙权也是一个不吐骨头的吸血鬼 有学者还认为孙权剥削比曹操更重 考虑到孙权在之后有批评曹操 让人民骨肉分离的言论 百姓们当时逃离曹魏的最大目的 应该就是不想被错意 比起乡愁和辛苦 中国人更害怕失去亲人 面对淮南百姓们大批逃离的状况 曹操具体做了什么后续工作 史书并没有提及 不过袁焕传告诉我们 曹操遇到逃民过多的情况 是会认怂妥协的 所以曹操在淮南一带 应该也采取了类似的办法 对不合百姓心意的政策 进行调整妥协 他后来调遣苏友清明夏侯敦 来淮南附近监军 让他用德政干话群众 并称赞他有类似未降的和荣之功 毕竟十万百姓可不是小数目 曹操不敢继续冒险 允许淮南成为错一区的一个盲区 并尽可能的不惊扰当地百姓 不过曹操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 因为这次完全出于被动的德政 淮南百姓竟然会为他的子孙 连续讨伐司马家三次 事实上淮南几乎是权卫国唯一一个 试图守护魏王室的境外地区 现在让我们把视角转到250年 来看看淮南三叛的两个主要矛盾 一,为什么只有淮南地区可以为曹魏叛乱 随着司马家族对曹魏中央朝堂的掌控 全国士军的人质家属也转由他们控制 除了蹦蹦跳跳的淮南群众 因为只有淮南人民的家属 没有被曹操的错意暴政所影响 所以只有淮南人民才能做出忠于曹魏的事 这是他们能不断为魏王室起兵的根本原因 换言之,诺大的一个魏国 真正可以维护曹氏人的有且仅有 让曹氏暴政没有得逞的淮南军民 是不是很有趣? 历史的英国有时就是这样诡异又清晰 巧的是,司马家族在荆州、西北和东北地区 都有很高的威望 偏偏没怎么管过东南地区 这也在客观上形成淮南群众不喜司马式的局面 在这两个因素的作用下 轰轰烈烈的淮南三叛拉开了帷幕 二,淮南叛乱失败 为什么失败? 原因一,叛军没有其他地方军队可以联合 三叛一直都有一个致命问题 你们淮南人的家属是有生命保障的 可其他州军的军事家属有吗? 淮南叛乱是魏国边地的秦王之军 政治基础非常单薄,需要呼吁其他州军响应 才可以对中央造成威胁 但其他州军的军队在魏国的错议管理下 只会选择听从魏国中央的命令 不管那个中央是谁 如果你的老婆孩子在绑匪手里做人质 你会关心那帮绑匪姓曹还是姓司马吗? 所以淮南叛军始终也无法向北推进 只能在原地被动挨打 为了自保 叛乱者们选择和南方东吴政权进行构合 这种通敌的行为又反过来削弱了秦王的正当性 让其他州军的领导更有理由不支持他们 原因二 司马迦提前用北方兵源渗透淮南地区 早在亡灵叛乱前 司马迦就注意到错议制度在淮南糟糕地落实的情况 并开始调来其他地区的军队 囤守淮南 这招明面上是对付东吴 实际上却有效减少了淮南军队里本土兵力比例 从后来的结果看 北方士兵的厌战行为使得淮南叛军更加内外交困 即使他们什么都不做 对粮草的无意义消耗 也给叛军领导人带来很大的压力 淮南叛军不仅联系不到外地盟友 渗透其内部的北方士兵还消极作战 积极逃跑 在这样内外压倒性不利的局面下 叛乱的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三 淮南叛乱的具体分析 一 亡灵叛乱 亡灵的叛乱很可能只为一己私欲 所以他一看见司马懿 押着他儿子过来 就直接选择法国军令 当然司马懿可不会讲什么道义 亡灵父子最后仍然逃不掉 一三族的命运 二 冠秋简叛乱 淮南二畔的领导人冠秋简的家庭全在司马家控制之下 其局面之险恶比亡灵更甚 但冠秋简比亡灵更忠于卫国 为了曹家他做好了全家牺牲的觉悟 其次冠秋殿也舍生取义 主动劝说父亲弃家救国 可这种义气不过是奴隶主之间的关系罢了 和被他们压迫到极限的卫国军民没有任何关系 连武圣关羽的士兵都在家属被抓时选择投降 何况残暴的卫国呢 另外 过少且缺乏训练的士兵导致军事容错率极低 在文青出城作战失败后 冠秋简连守城的兵力都没有了 只能选择弃城逃跑 最后为人射杀 三 诸葛旦叛乱 和亡灵冠秋简两次叛乱相比 诸葛旦的叛乱持续时间最久 准备工作最全 所以他的失败与错意制度的关系也更加明显 我们甚至可以认为错意制 就是诸葛旦灭亡的直接原因 257年 司马家族怀疑诸葛旦在淮南将有意志 要求诸葛旦带领家族回归中央 以安排对他的错意 于是 诸葛旦仓促启示 带领淮南人民再次叛乱 但在前两判之后 司马家进一步扩大了对淮南的军事渗透 所以诸葛旦的叛乱规模虽大 受错意志的影响也更深 几乎全城都只能在寿县归缩 诸葛旦被司马昭的军队团团围住 进退无门 困手半载后 诸葛旦的粮草开始逐渐不济 他为此发起了一次突围 其失败的结果动摇了军心 于是二判场景重现 守军中的北方士兵开始不断的向北逃归 为了节约粮食 文青要求诸葛旦干脆把城中摸鱼的北方军事全放出去 反正他们迟早都会为了家属而叛逃 但诸葛旦死活不肯同意 他的数百死事让他对北方士兵的忠诚心存幻想 两人因此发生火病 最终城破人亡 曹操制定的错译法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的 帮助司马家粉碎曹魏复辟势力的所有阴谋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讽刺的是 错译制的最大得力者司马家族 在曹操时代一直都是反对错译的 三国志司马朗传曾提到过 司马朗要求各州郡就地统领自己属地的士兵 避免到处迁徙给百姓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虽然这个提议并未得到曹魏中央接纳 甚至司马懿也表达过和哥哥类似的政治观点 他反对过度控制百姓 认为应当顺其自然 以安民心 可见司马家世代的清明并不是招摇撞骗来的 同时作为地方实力家族也更倾向维持本地升级 客观上确实有为百姓着想的违政表现 另一方面 在淮南叛乱彻底平息后 接棒司马师统治卫国的司马昭开始注重安抚工作 他还有一照顾淮南叛军中无兵的私钦之心 甚至放任他们回归吴国 司马昭的这种举措和曹操的路线大相径庭 与之前提到的像与坑沙降族相比 更是高下利剑 可以说他的政策对后来晋朝修正错意制时 有一定指导作用 曹魏灭亡后 晋朝开始徐徐削弱这种邪恶制度 最终在东晋彻底废除了错意制 文明的巨轮随时有反复 可依旧在缓缓前进 最后说一下淮南这个神奇的地方 不知为何 这里的群众从古代开始就一直有很强的叛逆精神 对强权和压迫容忍程度很低 不只是曹操 淮南人在抗日战争时期 也一度让日本人苦手 在日寇强迫淮南工人下井挖矿时 淮南工人只要一看到监工不在就故意不干活 俗称摩阳工 由于日寇对淮南矿工的需要 在这里派了重兵把守 导致淮南的地下党支部建设较晚 且局限在凤台一带 发挥作用相对一般 淮南工人们几乎只能靠一己之力和日寇对抗 但他们仍然敢对日本鬼子搞罢工 甚至直接对日本监工下黑手 另据一些地方志记载 日本鬼子也曾一度想和曹操一样搞德志 他们不仅鼓道出医院学校等公共设施 还注意到淮南子中的黄老思想 在顺庚山建了老子庙 试图转化淮南人的对日观念 但这种形象工程显然是入不进淮南父老的法眼的 连曹阿满都得给实际好处才能收服他们 你们弄这些破烂 糊弄谁呢 面对淮南工人四处逃逸 履禁不止的情况 日本人最后只能采取暴力措施 强制管理 他们拉铁丝网 把晚人坑 并修建机枪碉堡 监视淮南群众罪证至今尚存 只是有一个小小小小的小问题 淮南群众在和平时代的形象是这样的 这当然是瑕不掩瑜了